我們是第二組 第二組的成員夥伴有分別來自於我們家機的夥伴 有侯主任做代表 以及包含有我們新竹苗栗 還有包含花蓮等等的一個夥伴單位 那今天很感謝就是國建組安排這樣子的一個 培例的工作坊讓我們有機會再見面 然後在這裡做一些互動跟交流 那我忘了自我介紹 我是有康琦美醫院的陳佩 那這邊代表我們這一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從有經驗跟還沒有實行即將要跨進來的 這一個領培的夥伴我們一起來分享一下 對於整個私自友善推展的一個計畫的推展的經驗 或是說期待要怎麼讓他變得更美更友善的一個過程 那首先我們先分享一下 家機跟其美的一個執行的經驗 他是以共造中心私自社區據點 那以及包含了整個私自的一些整合照顧計畫等等的 相關的委員會或是整合的中心來做這樣的一個推動的主力模式 那在推展的部分分別在社區開始進行的時候 會找出關鍵的一個領導人物 包含像在地的區長里長領理長之類等等的部分 做我們一個社區友善的一個推動力的領導人物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共造中心做很堅強的一個後盾 所以在第一時間友善館如果發覺到疑似或是說不確定是否我實施症的個案的時候 可以轉接到中心來這邊做確診 那甚至提供後續長照市這邊所提供的社會的照顧相關等等的一個資源 來幫助這一些長者後續的一個照顧上的一個需求 那再者就是說友善館的一個建置的部分 其實我們導向是讓他未來能夠有自我賦能執行的一個能力 因為我們在進行社區上面的執行的時候 社區的長輩我們在一次的評估的一個座談上面 他曾經問我們一件事就是說 你們都推了很多的計畫來找我們社區來辦相關的課程跟活動 那我們只想問說一句話你們是玩真的嗎 那我們對於這句話其實很大的一個震撼 我們很誠懇地回答他說我們不玩假的只玩真的 那你們需要什麼我們一起來做 因為社區是我們另外一個放大版的家 就除了我們自己的家庭之外它是另外一個家 那我們怎麼讓這個大家庭會變得更好 所以我們期待的部分我們做了三部曲的一個共識 第一我們第一年我們一起下船走 第二年的部分我們試著放手讓你走看看 第三年的階段我們讓你獨立走 那有任何的狀況我們做你最堅強的一個合作夥伴這樣子 那社區其實也樂於說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合作模式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做了很多的工人 公共識能教育的部分 然後培養出了天使志工 還有包含一些組織上面的一個串聯 那甚至在友善館的部分也安排了志工 提供了每天的諮詢相關的服務 那也有安排了就是相關的一系列的課程 那這些課程是透過長輩共識而去設計出來的 例如說有一個親度 極親度的失職的長者 他期待在這個友善館裡面能夠分享他自己 現有的一個長才 所以他設計了一個垂櫃的一個課程 所以他每天都每個禮拜 他都至少有一天可以安排他相關 不管他自己做的烘焙 或是垂花櫃等等的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來擔任這樣子的一個 team leader 一個老師的角色 然後讓社區的民眾一來可以參與 然後了解什麼做食材 然後也讓這一個賦予這樣子的一個師政的長者 有相對的一個能力可以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課程角色者 那也有包含我們推展的一些師志師能等等的模組 也設計在我們相關的課程 同時讓社區的民眾好好的認識一下友善館 他的一個功能跟角色上面的一個定位 然後再來是後續整個推展的經驗 不管是來自於上位推展的工作夥伴還是說已經在執行的部分 也提供了幾個建議 針對在整個師志友善上面的一個推展 除了我們辦了大量的公民生能教育之外 是否還有更多元的一個推波的管道 可以讓所有台灣的民眾真的都好好認識 以因應我們明年真的要做全面性的各個縣市 都要推展的友善社群 有提到的是長照是在推展所謂的1966這樣子的一個資源 它其實已經結合在我們很多的一個多元媒體的曝度的管道 大家有沒有聽過廣播 甚至包含現在的偶像劇 可能都穿插某一個小腳步就告訴你 這個女主角的爸爸中風了住院了 你可以打一支966等等 都甚至把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的資源 公共衛生政策結合在民眾的生活裡面 那針對師志友善這一塊 是不是有這樣更多元 然後以深入到生活觸角等等的一個方式 讓民眾更認識師志 因為多一個人認識 就成如剛第一組的夥伴所分享的 這也是我們期待更多人知道 大家一起攜手守護我們的深深的掌陣 然後再來就是社區的推廣的一個涵蓋率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能夠深度的去做 然後也能夠好好的去做推廣 所以在涵蓋率的部分是否能夠有所調整 這也是我們所期待的 因為我有成功的去做深度上面的推廣 未來才能夠有一些更多的一個複製跟健全的一個可能性 因為今年的計畫是以你執行的行政區域的嶺當分母 那涵蓋率必須要大於一成 所以因為台南我們目前執行是在整個人口數最多的永康區 那我們的嶺別數也有43個嶺 所以我們一推這樣子的嶺 就至少要5個嶺到6個嶺上 才能夠達到這個計畫 要涵蓋率一成的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那再來就是說在還沒有執行這樣的一個單位的夥伴 對於未來如果他們要承接的時候 是否有這樣的一個專責人力可以協助推動 也是他們所提出來的一個執行上面的一個建議 然後再者就是說 現在目前推展所有失智相關業務的部分 不論是來自於國建署預防概念所推出的整合性的計畫 或是是這裡的三社區 那甚至現在包含長照市也有在推了公照中心 據點之類等等的部分 事實上在我們執行的單位以家機或是其美的例子而言 我們其實都分別有承接了長照市跟國建署等等的這樣的一個案子 那是不是有一個整合的一個單位來做這樣子的一個統籌跟規劃 以避免這樣子的資源有一些部分性的重疊 讓在執行單位的部分可以更知道怎麼去做執行跟串接的部分 那接下來也可以歡迎我們嘉階的夥伴跟我們適度的再度 好 那嘉階的話大概就是我們東區的部分 我們大概有做這個帳列計畫成績 那剛才在我們小組裡面我大概也分享一下說 因為在整個市智友善社區裡面有三個元素 組織環境還有個多元參與 那也至少我們在8月跟9月的時候 也透過我們有舉辦一些社區實驗的一個活動 那剛才組長還有可能很多夥伴都有看過 我們就是因為我們在社區訓練了我們的天使 然後也招募了我們的私自友善組織 然後我們就結合了我們的這些長輩 然後把長輩還有把家屬 然後還有我們的天使 我們就帶到我們的外面的那個友善私自的組織 就是譬如說我們的Seven跟麥當勞把長輩帶出去 那在那個環境裡面 他們也有一些相關滿好的無障礙的空間 然後讓長輩他們可以適當的走出他們生活的家 還有他們的據點 實際到外面去體驗用餐 然後能夠跟櫃台的同仁這樣的一個點餐的回應 那還有一個購物的一個選購 那事後這個長輩還有家屬他們都非常的開心 我們的社工都說平常長輩在據點 其實都比較沒有那麼開心 可是想不到到了Seven 我們以為長輩到Seven不會買東西 或者是他們從來沒有過到Seven的 到了Seven之後他們開心到 那個會幫那個家裡的女兒買什麼東西要買回家 那也跟我們一起去用餐 然後一起坐下來好得談 我們的那個成員長非常開心 因為他幫我們主導這兩次的活動 那時候長輩的回應非常好 那家屬非常感動 因為家屬會陪著我們去 他們真的是謝謝我們能夠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我覺得這個社區體驗實踐 真的就有符合到我們在推動 這個私自友善社區的這樣的一個精神 把人組織跟環境都結合在一起 對 是我跟各位夥伴分享這樣的一個經驗 謝謝